整整一车五吨大金砖被成功打包带走 几个盗贼开着红色大卡来到了野外 这儿几个正举着香槟准备庆祝的Z工艺 没想到成员里的黑客蜘蛛黑吃黑 哭刺一枪就打死了魔术师 几个人见事不好见着水路就逃了出来 随后查理带着幸存的几个兄弟 展开了一个疯狂的复仇计划 通过各种手段成功的锁定了蜘蛛的位置 紧接着复仇计划正式开始行动 首先在指定好的地点安装好炸弹 同时保证地上地下同步进行 特意找了一个权威的改车大师 定制了三台能承重千斤重量 还能照样刷刷撩的小汽车 蜘蛛这边拍手下网出玉黄金 卡车刚出去查理就派出黑客紧随骑后 碰见红绿灯 大姐啪啪两下弄坏了登岗系统 直接造成了交通大堵塞 没招的司机只能更改路线 成功的进入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圈套 而这时候底下的三台小车也及时的赶到 爆破专家咔嚓按下引爆器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卡车的一圈撕露一遍 然后哭通一声卡车成功的就掉了下来 而这时候飞机上的蜘蛛却笑了 因为他的黄金根本就没装在这辆卡车上 但蜘蛛万万没想到的是 其实查理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女黑客跟踪拍照了卡车的轮胎 发现轮胎的高度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查理就来了一招将计就计 这边的蜘蛛放松了警惕 开始网出运送真正的黄金 几个人早已经事先埋伏好 呼通一下引爆了墙体 逼停了卡车 然后碰一下打开了卡车的后门 映入眼帘的正是整整一卡车大进砖 几个人也不磨叠 打开后备箱就开始往车上装 而这边蜘蛛发现了情况 赶马派出手下开始疯狂的追赶 关上后备箱 几个人上车就开溜 按照事先踩好的路线就干了出去 然后三辆小汽车 集体开进了一个秘密车库 从左边进去 从右边就穿了出来 正好迎上了蜘蛛派出来的飞车党 一路杀到了海边港口 就在Z拱劲 突然窜出了一辆红色跑车 形成了前后包夹的局面 蜘蛛立马让众人交出金砖 但此时的金砖却不翼而飞了 爆破专家掏出遥控器 卡本一摁引爆了旁边的货车 直接解决了蜘蛛剩下的小弟 查理直接给蜘蛛来了一个过肩摔 抓住大腿薄起来 然后就是一顿大波溜子 再顺势把它一扔 就这样完美的把它给送走了 几个人回到了神秘车库 原来他们事先调换了同样的小汽车 把黄金留在了这里 来了一招满天过海 几个人开着小车 正准备开启他们的富豪人生 却不料被黑手党拦住了去路 立马派出手下到车上一顿烦 可奇怪的是 愣是一点黄金没找着 只能无奈的把几个人给放走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整整一车的大金砖到底哪去了呢 就在查理开香槟时 砰一下崩掉了车漆 小胖子赶忙用钥匙咔咔一顿滑 原来真正的金子 让改车大师给融化了 制作成了三台黄金打造的小汽车 全篇总结一下 这前前后后九辆车 是江湖险恶算几毒 好了 我是木子李 咱们下期见